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打赌一百块 他说不用 我赢你赢你十块就好了 天才说我赢你十块就好了 我输你一百块 有够白痴 你的牙齿怎么能咬到你的眼睛 他说你一百块拿下来 天才都拿下来 赶快勾 等一下 咬给我看 等一下 要打勾 打勾 还有可印章 等一下 还要找证人 我输你输十块 赢你赢你一百块 整个的题目叫做 我的牙齿可以咬到我的眼睛 天才不相信 那个白痴天才就很不耐 你赶快咬给我看 不要喊来喊去 等一下注意看 那个白痴就 然后他的假牙就用牙齿一碰 然后装进去 哎呀千里必有意思 他不知道有假牙 假牙能不能咬到眼睛 要嘛 你像你天才 那个白痴就靠这一点在吃饭 你知道吗 他每天到公园去 我和你打手 我了解可以咬到眼睛 打到一百块 一百块 我和你打手 我了解可以咬到眼睛 你先进去 一百块 他就靠在那吃洋春面 你知道吗 所以说 所以说 就是你的头脑没有好坏 所以有人叫做 冠者为书 冠 习惯 习惯了 做久了 你就成为老书 读书 那读的头脑好是 他读书那个奇怪好啊 有一句话说读书的天才 生活的白痴 读到台大毕业 结婚 第一次 他老公回来的时候 老婆我回来了 我回来在哪里 在房间啊 你们看房间看不到 你在哪里啦 我在装棉被 他老婆躲到那个床当里面去 把棉被 那个棉被装到 床当里面把轮都爬进去 他一看到 蛤 床当棉被是这么装的哦 有机会回到他丈母娘那边去 要跟他丈母娘讲一下说 你当时是怎么教的 结果回到夜母那边去 看到他夜母也是躲到 那个床当里面去装那个棉被 哎呀 就是有那个床 才有那个女孩 对 像这个读书的天才 生活的白痴 有时候就是为这样 你看那个小朋友 他这个很差 他读书很差 你知道吗 他在某个领域是天才 对啊 我们这个基金会的董事长 一个小孙女 他读了很差 但是他在读幼稚园的时候 他拿一支剪刀 拿一个垃圾袋 拿一个垃圾袋哦 那是很小哦 就在旁边大人都很忙 他拿着剪刀慢慢剪 把那个垃圾袋剪成一个八笔娃娃的衣服 有项链有帽子 有手环全部都有 有没有厉害 幼稚园哦 就被我太太看到这幕 哇这个真的是创作能力很强 我也不论是这个小女生啊 就是这样 慢慢就长大 慢慢就长大了 那长大啊 读书读书读得这样怎么办 读得这样怎么办 我就跟董事长说 你把他送到美国去 你再把他放到台湾 会完蛋 你们家境可以嘛 把他送到美国去 美国有那种学校 科系不重要 就重点在花卫他的天赋嘛 那个天赋 父母亲就在那边三个人 还有父母还有奶奶嘛 就好像都谈不容啦 都谈不容 他在买金还送到美国 不然花得多 只要钱做戒争也会贏 就这样 就是谈不容 到最后我就下一个最后的 就这样好了啦 你这个小孙女交代给我 我来栽培 他说以后有个条件 钱赚给我就好了这样 他们三个人就硬着头皮 好好好 你这讲的都没办 把他送出去 对 你知道吗 一个礼拜要画25张的图 他都赖给我看25张 一个礼拜要画25张的图 一直创作就创作就创作 这个如果读到数学 是不是数在那个地方 我一直缠了一件数经 你的小组 靠了七分的数谁 要不要补习 要不要补习 要不要补啦 补那个有什么用 你说我花了一亿要栽培一头钮 来唱歌 我一直要教导他会唱 有用吗 不是不行耶 是不是力气花了太多 投资报酬率太低了嘛 他不是五音不浅他七音不浅耶 很麻烦他还是会唱歌哦 但是没有人那么好 那么会唱嘛 对不对 你教了一个没有哑巴的 就可以唱你 为什么要去栽培一头钮呢 他就钮哦 他在哪里混合用 庚田拉车比你轮还强的 对不对 你把它放对地上就对了 放对地上就对了 他现在就混合创作 那边不用读为基温 那边也不用读数学 我为什么敢来跟他讲 因为我二女如果也是这样读下去 也是很可怜的 他要考十分考不上去 九分我们家吃餐厅了 就要开庆祝会了 拼了好久要拼了九分 但是你说这个小孩子没有用吗 很有用 这个时候我们钱家都靠他在赚钱 我们两脑都靠他了 很有用 所以小孩子书如果读得不好 你不要打死了 打死也没有用 没有那种品种生不出那种小孩 所以小朋友读不好 你就慢慢引导就发现他的好处 因为我现在比较没有在讲那个魅力15Q 我那个魅力15Q的意思就是要给妈妈 父母亲知道你的小孩子 性性是在哪一个地方 那个团队助商 AQ抗压 X零修 MQ道德助商 CQ创造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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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 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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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商 所以你去发现你的小孩子在哪一个类型里面 你就给那个方向去给他发挥 其意的不要放弃 就奔着走就好了 那很多父母亲就写错方向了 因为强迫走 他不要有那个地方 他不要有那个地方你在怎么练 也还是练得起来 但是要登风造极 就非常的困难 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在这里上课的时候 你能在这里上课 我再强调了 所以你天赋了 上天已经赋给你了 上天赋给你就是因为你 累数都已经有修有办 也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基本 上天也赋给你了 才有今天这个基岩 你能有机会 求道 修道 办到 天课 这个进阶半一上的时候 不过 自然而然你的五秉就不会产生 所以很多人他做错事情 有很多你不要一直怪他 不要一直怪他 有时候他当下就是有一种阻碍 就五秉的阻碍 对啊 包括 包括那个男女之间啊 感情啊 有一对情侣啊 在学校是班队喔 班队喔 已经数年的时间了 数年的时间了 那 到个地方去服务啊 就遇到一个男生啊 对这个女生印象非常好 他想尽所有的办法 就是要追到这个女孩子 他也明知道人家已经男朋友在那边喔 他就想尽办法 想尽所有的办法 可以说对他非常的好 那他们就去请教高手说 为什么会这样 他说他上辈子是他的恩人 是他的恩人 后来经过几年之后 这个女孩子结婚了 你知道吗 嫁给谁 两个都没有嫁 这会另外一个人 就是这两个情敌来这里 就吵了几年而已啊 就拼了几年而已 到最后不是嫁给这两个人 所以这个是 因缘 天主堂 真的是很难去形容 有没有这样的 很漂亮的 结婚的 吵到要结婚 吵到要离婚 有的人长得不怎么样 人贴命名 也有这样的 所以俗语才二级话 家家有本 难念的经 清关难断 家无数 真的 很多很难去结束 唯一最好的方法 就要透过自己的修炼 去改变你的宿命 宿命就是 因缘机会已经来了 这个条件就 好了就好了 不好的就是不好的 如果没有透过改变 你就遵照宿命下去走而已 也不可能改变 所以去无名是很重要的 这些无名 讲不清楚的事情 你怎么会这样做 我妈不知道啊 就这样 很无名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会这么做 你为什么哪有这么傻 他没傻喔 他不是笨喔 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没有就叫无名 可以去掉无名 因为我们在修 修到在上课的时候 第一有佛光普照 佛光照射了我们 那些无形的淹内在 才没办法进入我们 战绩的我们的元神 没办法战绩你的元神的时候 你才有恢复你的智慧才能判断 有时候你被战绩的时候 变成你会产生那种无名 搞不过你一生有意过 搞不过你没有意过 我一个亲戚 有一次 就无形中一瞬间就发生问题 说 那个北极天上帝 公佑带他去参观什么 你知道吗 第一个要先念 热开水喔 热开水滚喔 用手机把它抱着 会不会受伤 受伤 很恐怖耶 我问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叫我做的 我才能保护我的家庭 怎样怎样 我说要保护家庭之前 你要先保护自己啊 要先保护自己啊 对 那个当下我就带他去 台中医院的那个精神科 那个责任的我有手 有手 和他妈妈我们三个人 他全家都被他打了 都被他打了喔 被他打 只有他妈妈和我他不敢打 妈妈他还走的是妈妈喔 他还叫表哥就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 那去的时候 我就跟那个子孙说 啊 这个 怎样怎样怎样 我说啊 姓翁 啊 这个是翁太太喔 他一直就打一声耶 什么翁太太 我妈妈什么翁太太 我说你不要这样啦 你生用是你老爸的生意 你知道吗 你老爸的母亲不是怎么生意 不是翁太太 好这样喔 我就坐下来 好在我手就放好了 我手已经放好了 我手大概就放好了 因为他有攻击力啊 他已经在这里了 他站起来就被我挡住嘛 挡住 造症 现在已经都恢复了 全部都恢复了 那个瞬间 那个瞬间 那个就是无名 那个真的没办法结束 我有时候跟他谈来 他说有时候 那个零比较低啦 零较低 但是看得到 那个 好几个月时间 很可怜啦 家里无缘障期 现在还做生意 买台卡车 水果在路边也在卖的 所以人还是有救 但是那个当下 真的有几个月时间的无名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 为什么要搬 为什么要做点功德 是 为余 绸缪 够减贪 比较不散 念一些经经来放的 有时候回向给自己也好 三书并行嘛 财书法书无畏书嘛 有财书就监献财书 没办法之后 我们就讲给人听嘛 多读一点书 可以讲给人听嘛 不然就学习擦地板煮菜 每一个工作都可以 无畏书嘛 都可以 最起码练经儲存起来 回向给自己也好 人总是有印记高低的时候 是不是 人的印总是有高低的时候 你一定要相信这样 你才不会无奈 为什么会这样 打都乔乔的两个都聪明的 为什么会这样 很多 没办法回答你 真的 你要事情改变 要对方改变 要什么改变 自己改变是最好的 对不对 来 润树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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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天降节 因伦心作恶 天使紧急 五位加烟 竹筹银毛 神树五位 身有虚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个时候刚好走入肉西餐 这个时候树印刚好走到秋收 这个秋收啊 就是说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 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的 报仇速度都很快 包括婚姻 包括债责 有时候你会觉得奇怪 倒你钱的人 倒你钱 跟你借钱不还你的人 都是什么人 都是你的什么人 没有熟儿子 你会借钱给他吗 不会 都是你的亲朋好友 对 有时候又很难解释 很难解释 到底是他欠你的钱不还你 还是你上辈子欠他的钱 没有还给他 也解释不清 解释不清 所以说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常常处理这些 很多这种事情 有的人被倒在了 每天吃不下去 也不工作 找到最后来找我 我说 你被倒在已经够可怜了 你又吃不下去 身体受伤更可怜 你没有心情工作 可可可可怜 三个可 钱要不回来 这边你又没有生产 不是更可怜吗 我说要倒你钱的人 他有计辩三个条件 第一 比你聪明 对不对 第二 他想要还 他没有钱 第三 搞不好 你欠人家的 他说我才没有 好没关系 没有没关系 他以后下辈子当牛 还给你可以吧 这样还差不多 当下 那个心境可以转练就好了 我现在讲这个故事 就发生在二十几年前 有的对夫妇来找过我 日子很难够 两个夫妇都很难看 都很难看 我说 这些战术放着 你要去跟他要过 要有啊 他在那边 桌上那边陪偶啊 陪偶啊 你知道吗 他还请我吃饭啊 就是一碗白米饭 桌上都没有菜 我敢在那边吃吗 对 我说你看他比你可怜 他那么耐皮啊 那么耐皮啊 对啊 你为什么要这给他 我说这个时候 赶快回去赚 赶快回去赚 如果你 你吃什么工作 他说什么工作 你做加工喔 那我还有一点工作 可以给你做 后来我就提供一些工作 给他做 因为我本身的公司 也有花包给他 给他加工嘛 他就很 两个夫妇就很润润 现在也不错耶 有七台CNC的车床在加工 算很厉害了 那个算 就翻起来了 这个故事 我就讲了好多数 好几百次 好几百次 遇到困境 都reset 归零从来 不要陷入在困境里面 首先的关系 我今天只能讲到这个地方 最后祝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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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